为塑造门徒的教会 好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感谢葛师母邀请我来 参与我们这个研讨会 来分享 那我自己呢可能在 各位当中比较特别 因为我好像没有机会正式的 在我们灵量堂 参与这个门训的施工 但是呢过去有七年 我是在北京牧养教会 并且中间我也开拓职堂 开拓出一间新堂 那也是因着圣灵奇妙的感动 虽然我们看远隔重阳 但是感动却是一样的 也是圣灵清楚地感动了 要在教会开拓门训的施工 特别是在这个执新堂以后 所以我自己在这个门训上 有这个托付 也有一些的服饰的一些尝试 当然经验教训都会有 那我想今天我要分享的最后一章 是这本书的可以讲是收官之作 他讲的一个题目也很大 其实蛮深的一个题目 就是从教会这个层面 我们如何从一间可能 原本不是门训的教会 转化为一间塑造门徒的教会 那这其实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复杂 也是深刻的一个转型 那今天最后这一章呢 我看它的篇幅其实不长 主要是一些重点的提醒和叮咛 那我想为了避免枯燥 我可能会结合一点 我自己带领门训的这个服饰 一些例子来讲几个小例子 这样的来跟大家分享 好 请同工答下一页 好 在这一章的那个开始呢 作者他就提出几个问题 那我们整本书前面已经讲过11章 那么多的内容那么丰富 刚才同工也有一一的精彩的介绍 那么最后一章就一个问题很重要 那我们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做 读了这本书的教会或者是同工 我们到底从何着手 那这里面作者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 很关键的提醒 我个人从我的经验来说 也是很很关键的提醒 他说对你们教会最好的状况呢 是你和你的领导团队 同工团队 带领团队 将这本书的原则应用在 应用在你们教会独特的 独有的做法 传统 合作结构 以及你们身处的环境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 我想第一呢是本书原则 他特别强调前面讲的很多是一个原则 第二个关键词呢我认为是独有 因为每一间教会 它的做法传统 这个英文叫context 它的处境都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有的教会 它有门训的传统 有的教会从来没有做过门训 那这两种情形 教会来推动这种门训的转变 它的处理方式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还有传统 过去有怎样的传统 所以这个提醒我想就是值得我们铭记 就是切记不要照搬 我们一定这里面需要求主 也是求圣灵 依靠主要给我们一个灵活应用的智慧 然后另外呢 在底下我还引了一句话 他还特别提醒 教会如果能够加入一个网络 或者说 我的话讲就是 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姐妹教会 或者是有同路人 其他的教会有同样的一个负担 愿意在这个门训的这个路上一起走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 我们不要成为孤岛 我想我们基督徒个人和教会都避免成为孤岛 好 再请同工翻下一页 好 接下来这一章的内容呢 我想它最核心的部分其实是五个步骤 它提供了一个建议 说教会如何转化 它提出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找到符合圣经的意象 那这一点的话呢 其实从我的 我目前的领受来说 我觉得这个步骤 它的分量 可能是占整个五个步骤的一半 50% 如果这一步做得好的话 我认为可能教会的门训事工 大概有把握的讲 是可以成功了 百分之五十 并且可以顺利的往后推 所以意象 这一步非常关键 作者他有解释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召集领袖团队 找到针对你们教会 并且符合圣经的意象 那结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讲 这个意象 就是说我们教会要培育 一批能够带出门徒的门徒 能够生生不息的门徒 达成共识 那这里面有几个关键字 我认为 第一个是领袖团队 我们要召集 第一步是从团队先入手 然后第二呢 是要找到这个意象 不但符合圣经 也针对你们教会的处境 然后最后一个关键字是共识 达成共识 因为我们人性 我们知道人心人性 我们人其实普遍是害怕改变的 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 尤其是有传统的教会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改变的时候 一定要有智慧一步步的来 这中间书里还有一句话说 从领导团队开始实践 达成共识以后 从领导团队开始实践 不要尝试一个人改变教会 要由团队 带领这个团队去带来改变 那我想这里面真的有很丰富的 一个领导力的智慧 然后最下面书里头也强调说 从意向不是讲一次就够了 一定要不断的重申 有智慧的逐步推行 也可以先成立一个实验小组 那这个实验小组呢 就我自己当时在北京服侍的教会 我们原来就没有门训的传统 那后来我有这个负担以后 正好后来又教会要有意向 要执堂开拓 所以就很自然的 我就利用这开拓的机会 在这个新的堂 就是来传递这个门徒训练的意向 并且我第一年第二年 我带了两期门训班 也是我们这个教会的 历史上的头两期 那我有的时候跟主祷告的时候 我就有个感动 我觉得这两期门训班 就好像是黄浦军校一样 弟兄姐妹都熟悉历史 我们知道黄浦军校 对中华民国的影响有多大呢 非常非常大 然后甚至可以讲中国 二十世纪上半叶 上半世纪的中国近代史 这段历史某种程度上可以讲是这个黄浦军校的历史 所以我们就我想这里面就是 这个作者他提出一些点 他背后有很多的他的一个牧羊 治理还有领导教会的一个智慧在里面 值得我们去思考 好 下一页 下一页 那么这里头 书里面也列出了一些具体的一些一个清单 一些问题说 那如果你到在一个没有做过门训的教会 你想带领童工来找到这个意象 来推动来实践 那怎么样来 怎么样开始怎么做 他给了一个清单 我们可以用这些问题带领童工来查经 来讨论 然后这样自然的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意象当中 这些问题我要打出来 所以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念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记得当时在 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透过讲道 以夫所书 使徒行传 透过颜经 也透过很多的牧羊的场合 我就慢慢领受到一个意象 我后来把这个意象传递给我服侍的教会 就概括写了12个字 我就跟大家讲 我希望这是我们东唐的意象 是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观 12个字就是 人人做主门徒 人人爱主侍奉 这是我从圣经当中 我概括出来的12个字 那后来 我就一直不停的就是去 去传递 我希望这12个字 这是从圣经里头 符合圣经的一个意象 能够成为教会的属灵的DNA 能够渗透到教会的每一个层面 小组团契家庭 同工团队 甚至是各个事工各个领域 那后来19年的时候 大家知道19年 后来神也是带领我 就是在国内的服饰 告一段落 然后来到北美进修 现在在神学院 那么我平常会跟国内那边联系的时候 我听到那个我以前牧养的教会 他们现在还在做门训 这个门训还在继续 我心里头就非常的喜乐 我就感谢神 这个属灵的DNA这个种子 它好像它是在生发它的功效 好 接下来请下一页 后面有四个步骤 我就会快一点讲 第二个步骤呢 作者特别强调 是我们要发展共同的语言 我们要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词汇定义 这有很多的益处 因为如果语言不统一的话 会很容易带来混乱 责备甚至是指控 即使是在一群很善良 很热心的会众当中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背后有魔鬼的工作 那其实我想另外一方面 也是跟我们的人性有关 人性的这个罪 或者人性的阴暗面 因为书里头有这样一句话 说当我们在一些 情境中的时候 一些处境中的时候 我们常常不是假想 别人最好的部分 我们常常会假设 别人最坏的部分 那么这一点的话 我想我们如果在教会里 推动门训 我们要有智慧 要特别的警醒 那如果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我们的沟通 各个层面的沟通 要很充分的话 我们就很大程度上 能够避免仇敌的攻击 和这样的一个分裂 这样的破坏的工作 好 在下一页 第三个步骤 是这书里头强调 要建立门徒训练的程序 要有一个清楚的程序 把这个程序传递 并且交给我们的 每一位同工 每一位弟兄姐妹 每一个会众 这里面他书里面 有打比方说 好比是武器 或者好比是球队的兵书 这个应该是台湾的译法 我猜这个兵书的意思 大概是策略 就是策略 那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 我们林林航的这个门训施工 但是我也是经常有所耳闻 我感觉我们林林航 应该是有这个清楚的 这个语言和门训的程序的 比如我经常听到的 就是pre-dt 后面再往上 是不是lt 是吧 所以我透过这些概念 我就感觉我们教会 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 沟通的语言 也有一个这样清晰的 一个门训的程序 这是特别感恩的 好 再请下一页 好 第四步 这一步也很关键 就是他这个 我想特别是对教会的领袖 带领门训的这样的牧者 长职这样的同工 带领人来说的 就是他强的要活出你的意象 就是你不单是口头上来讲 你的行动和生命 真的是能够活出 你有一个门训的意象 并且你对门训的一个看重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然后我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当我们教会里头 如果领袖对一个事工 比如说对门训 是非常认真的话 会众也很大的可能 也会认真的来对待 好 这书里面 他有点讲到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我感觉跟刚才前面 好像是Erica 赵琪指示 是不是 他的那个chapter 好像有一些共鸣 一些重叠的部分 就讲到一个对准目标 教会里的各个新会友的客厂 家庭小组 青少年事工 都有一个对准 这个教会的门训的一个核心的意象和目标 这个是很重要 然后最后最底下书里强调 要做到你所说的 在每个阶段都尽全力做到最好 也确保每一位同工都对准意象 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讨讨这个门训 但是呢 我想很真诚的就是告诉各位弟兄姐妹 做门训其实是蛮辛苦的 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我记得当时我在执堂的时候 教会只有一个全职传道人 所以我要担负起这个 这个这个东堂 当时的牧养治理各方面所有的责任 以前我们没有执堂之前 我们有三四个传道人 执堂之后就我一个人 我要把这些全部担起来之外 因着开拓门训 我还额外的就是要付出很多的体力和精力 来做这个门训 那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很辛苦的 有的时候是一个礼拜一个月 都没有一天可以休息的 这些事奉加起来 那么后来甚至我到后来的话 有段时间我的身体健康都出了一些问题 但是但是我在这些事情以后 就是我回想当时做门训的那些 那时候在教会的这样的服饰 我回想的时候 我觉得心里头我感觉 虽然付出了不少的辛劳和代价 但是我感觉非常值得 为什么值得 我最后会跟大家再来分享 好 我再请同工翻下一页 最后一个步骤 这个就是讲到评估修正和鼓励 这个刚才我们前面的这个 前面这位刘弟兄 James刘 弟兄有很好的分享 那么时间关系这里头我就不再 不再展开 大家看一眼就明白 我们要经常的评估 要定期的修正 要经常的鼓励去庆祝 这些都是在无声无息的向会众传递 和提醒和兼顾我们这样一个对门训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和看重 好 请翻到最后一遍 好 谢谢 然后在这个书的整本书的最后最末了 作者有些末了的话 他鼓励我们让我们的心要火热 我们的意象要清晰 并且他也是这几位作者书 好像是三位作者 他们有一个信念 就是神的教会一定会成功 他不是指主的教会完美无缺 而是说人们会在教会里头得救 并且成为主的门徒 我们会看见这个大使命生生不息的传递下去 那对我来说的话呢 其实我就想到过去这些年 特别是我来美国 这次已经有一年半多了 已经2021年 在过去的这一年一两年的时间当中 然后其实我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同工 他们会也会经常联系我 那其中有很大的比例 就是当年我带领门训 真的是栽牧养 栽培过他们的弟兄姐妹 我跟冯河经常收到信息 他们就会给我们微信联系 就发信息 发那个video 各种联络 他们会说 离经传道 那个神垂听祷告 然后预备了一个很爱主的弟兄 我马上要结婚了 然后会跟我说 他们有孩子了 或者有弟兄姐妹 他们灵命成长 有一些心得 或者是一些困难需要 也会跟我们联系 那么透过在这样的联系当中 我也看到 这些当年我们训过的弟兄姐妹 他们不但就是跟我有这样的生命的连结 更重要的是 我看到这个新的接任的牧者 来现在带牧养 带领教会的时候 他身边的那群最骨干 最忠心的支持他的同工 很大的比例 都是当年就是在我服事的时候 门训过的同工 所以我看到这个现象 就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心 我觉得就是他们是主中心的门徒 因此呢 就是我刚才说 为什么门训他要付很大的代价 但是呢 我自己觉得他很值得 因为我在这里面看到有神的祝福 因为门训是大使命 这个大使命是神心上的事 是神心肩上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看到 我们就要去投入的时候 会经历到上帝的真实和祝福 好 最后的话一节经文 这个书的末了 就是菲利比书一章六节 好 我想请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座位结束 好 来请 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 阿们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李金传道 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每一位同工 那其实我们林良堂 在这七八年蒙受神的恩典 我们有四百多人以后 受过门训的培训 PREDT两百多人 DT一百多人 LT大概九十个人 这是神在我们当中成就的恩典 我们相信神要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行 我们会从死亡的人变成父母 属灵的父母 我们继续往前走 那我刚刚就想到 我在年轻的时候教过钢琴 其中一个学生跟我说 老师我长大后要像你 那我记得说 那时候我的心就觉得好甜 那我想如果主耶稣听到 我们跟他说 主耶稣啊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够像你 主耶稣一定也是很开心的啊 那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像耶稣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像耶稣啊 那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啊 我们下一个PPT让我们看到 就像John Wesley讲的啊 世界是我的牧区 我们的心不是 我们是立足这里 美国洛杉矶 但是我们放眼天下 神把这个天下交给我们啊 神把为德之名也交给我们 我们要为主而去 预备我们自己 勇敢的为主去 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请葛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 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啊 我们知道今天整天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 我们在这里所研习的 主我们只有一个心意 就是希望主啊 真的是让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不管是做老师 做学生 不管是做导师 做学员 让我们不管是参与在教导 或者是参与在门训的 亲爱的主啊 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 你是我们的中心 你我们要向你 主啊 帮助我们 不仅仅是知识上面 更是在生命上面 主啊 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的 只有你能够做的 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身上 来更新变化我们 帮助我们常常学习 能够明白真道 让我们不仅仅是明白 并且能够谨守真心 好叫你的话 能够在我们的身上 能够彰显出来 说啊 是我们成为一个有动力的 充满活力的 这一群基督徒 火热的来传扬你的福音 带领人信主 成为主的门徒 不断的也被拆派出去 在本地在海外 都来主啊 传福音 带领人信主 建立你的教会 求你自己恩待赐福 让林良堂 惊艳你自己的恩典 让我们看见 在新的一年 你的恩典 要更大的胜过以前 你圣灵的大人 充满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能够 看见你在我们的教会 做一个更新改变 一个翻转的工作 也在我们在这里 有其他的教会 其他的同工 主啊 在各地方 主啊 你赐福他们 让他们的福事 也能够真实 看见你自己的作为 谢谢耶稣 你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礼 阿们 阿们 谢谢弟兄姐妹的参与 愿神祝福 也继续带领我们 2021 向前行 领受神 从上头来 更大的能力和恩典 愿神祝福每一位 那我们请 同工 成人主义学门讯导师留下来继续开简短的会议 那其他弟兄姐妹如果还有聚会服事的 你们可以先下下线啊 神祝福 好 我现在来找一下 我们开会的资料 那 YouTube is still live 我想YouTube可以关掉 请汪大关掉 谢谢汪大祖同在 一路平安 好